关于这一点 真的有必要彻底厘清 拨开来看 到底美国供应链报告书 二十三页是怎么写的 薄杰请上来 刚话说回来就像薄杰说的 如果我们是美国 我们也会想说检讨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四大产业 我会输给别人 掌控权在他国身上 我就要检讨了 然后内容继续 那为什么说这四狗 你想嘛半导体代工谁最强 台积电 IC设计是不是两岸都很强 再来电池 掌握最多电池资源 除了韩国之外就是谁 中国 药物很多最近不是在讲吗 很多专利要的代工的 这个专利都在大陆那里 台湾会不会没有药 美国也在检讨这个 稀土大陆最多 稀土地底下最多的 运藏量的是中国 对 所以呢 美国这边商务部就强化什么 四大战略物资的供应链 它要怎么 重建美国的制造跟创新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你知道有媒体统计 他说这个供应链报告里面 台湾跟日本写了五十几次 就这两个国家五十几次 提到中国跟中国人五百多次 他多我们十倍 那代表一件事嘛 代表这三个国家是掌控了美国需要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呢 为什么叫做战略物资跟您做报告 科技产品如果没有半导体的晶片 什么科技产品都不用做出来了 电动车没电池 一辆车也跑不了 也做不了 药物跟稀土都是最上游的 最上游的原料 如果都取 无法取得东西 本做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好 所以呢 这个报告里面 讲到六大类 二十三项措施 那里面很重要的 把它拉出来看有几点 第一个谈到重建美国制造力的就有十项 这代表一件事嘛 表示以前美国制造都跑到外国去 偏弱 对 因为呢 他们只重研发 只重设计 对 重know how 然后那个要用比较多人力的制造啦 代工啦 毛利率比较偏低的啦 交给他国去做 对 好 再一个 他有讲到强化贸易机制 这个只提到两点 这个还好 你看哦 十项之后又有一个 买美国货 投资美国讲到四个重点 这表示一件事嘛 以前大家都不买美国货 都买台湾的 都买中国的 那都投资哪里 都投资中国 投资台湾 投资东南亚等等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 与盟友合作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 这个竟然也会提到 表示一件事 过去好像盟友没有跟他合作 或是他的供应链很脆弱 另外里面还提到 我问你哦 这供应链脆弱所指的是不是 如果我交给A国家的小A公司来代工 现在美国在这 如果呢 A国家小A公司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疫情很严重呢 我要完蛋了 我全部都依赖他 就不用取货了 就锻炼了 这叫脆弱性 你看去年的疫情 是不是大陆锻炼 台湾也锻炼 对对对 日本也锻炼 去年最明显 问题就在这里 另外要投资劳工 永续价值讲到三个 还有一个你看他竟然讲到监控疫后供应链中断的情况 也提到了两点 这代表说他对于供应链 供应链你看就讲到 全部都是供应链 都是供应链 好 所以呢在这一个报告书之后 他们就要投入1370亿美元当中有500亿要投资什么 半导体 自行投资半导体 电池要成立什么 贸易纠察队 好 那大家就在想那台积电到底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被检讨到 其实台积电在今年就已经说什么 我问你这里的投资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的投资有包括了最上游的设计 制造代工封测等等 这里投资半导体 包括把我们台积电请到美国去制造代工晶片 for美国market 包括包括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计划中 其实就是他要制造这一块 因为我说的 美国在设计的部分非常的强 你看他们有英特尔有超微 有挥达 有高通 这个完全不需要仰赖别人 对嘛 所以他的投入计划 扶植美国的半导体 也把他的好的partner 约过去共同来执行 这个计划 没有错 所以大家会讲说 互国神山群 会不会垄断半导体 但是我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去美国投资了 就很像那个帆帮 你把公主架过去和亲一样 派一个人质放在那里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新闻写说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互国神山群 恐怕会带来大的冲击 可见得照您这么说 美国供应链报告书 应该不会冲击太大 我们不会冲击太大 幸好幸好 因为我们都有合作 相关的计划 概念股呢 好 这个概念股 你包含像这个上市的 就是联发科 那这个OTC的就是力旺 这两档都是高价的IC设计 而且都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股息持利率 薄杰帮你列出来 3.87联发科 还有0.6力旺 所以力旺涨得比较多一点点 扫描一下两档表弟 你看联发科最近都在盘整 1000块没有过 不会转强 900块没有跌破 也不会转弱 就在这个100块的区间 所以期待它变强 1000块势必要再砍到 力旺 力旺是创高过后 在这个1300之上震荡 那不要跌破1200 这个起点的话 都没有什么危险的 好 是1200 1300 是力旺的多方防守价 薄杰谢谢您 超级精彩 三个重要的新闻 赶紧头条帮您追清楚了 刚追钢铁啦 半导体啦 你会说那航运也是您关心的 马上来 事先请上来咯 现在今天 2603长荣恢复了正常交易 法人马上调高了 他的目标股价 待会时间也会带到 但是这波的航运啦 过柜风啦 散装都吹到了 他是从国外吹到国内的 不相信来请看 我特别帮您列出来 这些的标的 丹麦的马士基 如果等疫情趋化 您到那个基隆港 逛一逛 货柜这些都有 中国的中原海控 德国赫博罗特 韩国现代商船 台湾长荣 台湾阳明跟外海 变色的都是我们台湾 往右边看 近三个月 涨幅第一名的是我们的外海 今年以来涨第一名的是我们的阳明 可是普遍来看 你看大家都涨很多 请问一下实心 台湾的航海王 为什么涨幅灌全世界 理由何在Q3的此刻 这些已经大赚钱的标的 还可以续报吗 OK 其实这个我们台湾 这个涨幅 季冠全世界 其实这个是还蛮有趣的 我们看一下我带来的字卡 第一个 其实我今天我去查了一下 各国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税率 台湾其实是最低的 我们是千分之三 甚至当冲还给你减半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 航运股很多的小白 小朋友 每天在玩当冲 会很平衡 对甚至还冲到违约交割 这个是不可取的 各位小朋友 那你看这个韩国 他们有规定 你短线的交易 什么叫短线 大概就是一年之内 你短线买进又卖出的话 这个税率是十到三十 怎么贵 对 那如果是丹麦的话 这个是这叫资本利得税 他这个还不是短线 你只要股票有赚钱的话 那这叫资本利得就克258 而且本来丹麦 他本来就是高税率的国家 资本利得就是我们的正所税 对 这边的签分 就是三所指的是 证交税 交易税 所以我们是偏低的 对 没有错 那德国也是跟丹麦差不多25% 他们本来就税率就比较高 那刚才瑞涵给大家看的 那几个国家 就有丹麦 有德国 有韩国 那税本来就比我们高 所以他们一般人就不会想要说去 这样冲来冲去 难怪找服输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中国也好 德国也罢 韩国他们的股市的规模 都比我们大 所以说你这个再大的航运股 你进去的话 你进到股市 其实如同泥牛入海 就整个被稀释掉了 那当然就是说全世界 这个前十大航运公司 有三个就是我们台湾 所以会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你一家涨另外带动两家涨 三家一起涨又带动整个族群涨 所以才会造成说 台湾的这个涨幅 比其他国家的航运股还要高 那这个至于第三季 还会不会涨 我们来看这个指数 这叫上海出口集装箱 这个运价指数 那我解释一下集装箱 是这个大陆的用语 其实在我们跟香港 就叫货柜 这是货柜 对就是货柜 上海出口货柜轮的运价 货柜的运价 那今它是一个礼拜报一次价 那这个我们制作到因为很用心 上查到 更新到今天最新的 每个礼拜五报价 又飙市高了 对对这个又创高了 本来是我记得是3800多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涨3%左右 又飙了 所以我看下个下个礼拜的这个航运股 很有机会再涨 那这个指数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把中国 有一个中国集装箱指数 它里面有12条航线 那它这里面最领先的是上海 所以它有领先的这个指标性 为什么要选中国 然后又要选上海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那所以如果说它的出口 它的货柜会很暢旺的话 那当然就是全世界的航运就会好 那中国会好 那中国12条航线 最具指标性的是上海 所以看上海是最快最准的 那我懂了 以后我们那个亚洲线 亚洲货柜轮的指数 报价了 货柜长龙扬名 万海了 还能不能继续长 就盯着这个上海出口集装箱 就货柜印架指数来看就知道了 对 没有错 好 明白了 那赶快看 还在飙历史新高 请问因为如果它还在飙高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七月份的第三季 航运股手上股票 如果赚钱的第三季 第二季是大赚 第三季我到底要报还是要卖呢 OK 这个指标你就先看了 如果国际相关的指标 像刚才这个上海的指数的话 还在涨 那当然你是不需要把它卖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短线 短线的话 时日线不跌破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再续报 那至于说卖出的话 其实我认为我们这一波航运股会这么强 其实跟电子的疲弱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有一天电子股 他回到这个成交比重 回到五重回五成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 这个资金的排挤效应的话 可能会造成航运股的量能不足 那另外就是六月份的营收 不能突然衰退 这个我们刚才看那个上海 这个集装箱指数 他在创高 如果我们国内的航运股这几家 竟然六月的这个营收会衰退 那就代表有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先跑一趟 可是景气不是很好 有人七月十号公布的六月营收会衰退 目前应该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机箱 总之要盯着了 先把讯号跟你们说 网合两个讯号 航运股续报 这两个讯号一出现 二话不说就先卖掉了 再帮我们搜寻一下 来 这个长荣跟这个万海星星 其实都是一样 续报的 这三个是续报 对对这是续报 那为什么是破这些价位 其实这个价位是五日线 其实你就他的K线去看的话 每次跌破五日线 其实都是买点 这半年来都是这样 那173 283 这个46.7 这都是十日线 那这我指的这个是短线的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短线 那如果是长线的话 你就用季线做听损点就可以 但是至少这三档 在世信的眼中是续报的 快速扫描下2603 来2603 你看他五日线在这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买 但是对 但是你看每次跌破 你去买是不是都都是都会赚 对你破周线 五日线去买 他就赚到了 对那如果说你是短线的话 以十日线做听损 十日线你可以画一下这一条 对对那如果是这个长线的话 那其实很远 在这边这个季线根本是碰不太到 碰到问题就很大 万海哦 对那万海是一样 你看五日线今天有碰到 所以你今天在这边买的话 其实收盘的时候 你已经赚到了 五日线是这一条 对那十日线在这边看起来 也是碰不到 那星星他不一样他是散装航运 那因为最近油价在涨 那他的船又可以在油 对所以如果说这个碰到五日线 你看你今天碰到五日线这里 五日线你去碰到 其实你收盘已经赚了 那十日线还远在这边 四十七块附近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三档是安全可以续报 那比较担心的这两档 OK这两档 其实他不是很纯的航运股 他比较偏什么 他是港务承揽业务这是什么 就是报官嘛 那报官你 报官行那种 对报官行那种 那你可以做 我可以做 不一定要上市上柜公司做 所以这个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可能会侵蚀他的获利 另外这两档股票 这个线型其实不好看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线型都下弯了 对你看这个五日线 他竟然是下弯的 那这个十日线 你会发现一点点下弯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多头不应该是这样的线型 中飞航 中飞航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五日线已经甚至已经跟十日线死亡交叉 十日线也往下弯 这个线型都不对 讲得真好 因为呢大家全掌了 谁会知道中飞航是什么 远雄港是什么 在世心一说我们就明白 谢谢您了 起回座 所以呢您关心的航运 我也帮您解决了 总之要盯着讯号看 进广告过到现场之后 说实在的我们要纵观国家经济的未来 疫情冲击 让亚洲国家现在的经济都出现了大的变数 没想到制造业的PMI全部都掉 掉的速度颇快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的经济 可以 进广告